欢迎收看大老话之 两次英法联军 清政府损失产重 开始重视海防建设 在失忆场景以质疑的基础之下 推动自强运动 福建马尾船阵 就是自强运动下的重要产物 1866年 左宗棠上书朝廷 提到切为东南大吏 在水而不在路 开设了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个造船基地 马尾船政局 而这里也成为 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雄则变 变则通 中国要自强 当向洋人学习先进 恳请创办福州传政学堂 十九世纪列强从海上侵略 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 深深感到军事科技远不如西方 福建马尾传政学堂 就在这样的氛围下诞生 施仪尝尝尽 以致仪 在这样的形式下 洋务运动就登上了这个历史的舞台 那么像不见船政的就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产物 西方船间炮利 铿开中国大门 蜻蜓展开洋务运动 模仿西学以求富强 1866年 左宗棠在马尾成立 远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厂 以及船政学堂 不仅它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厂 而且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造船厂 先后造了40来艘的建船 占当时全国造船总数的80% 而且它培养了非常多优秀的人才 可以说是涉及到了近代中国的各个领域 左宗棠和沈宝珍他们认为说 船政的根本在于学堂 那么当初办船政的时候 最初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巩固海防 巩固海防的话就想说 要组建一支自己的舰队 就开设船厂 船厂办好之后 就必须要有制造舰船的人才 以及驾驭舰船的人才 那么就开设了前学堂制造专业 和后学堂驾驶专业 无名不成军 走进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一幕幕历史镜头 跃然眼前 福建船政培养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才 打造中国第一支舰队 用无数个第一奠定马尾 成为中国近代海军摇篮的历史地位 现场来宾是联合报资深大陆特派记者 胡蜜昂 各位观众大家好 左中堂上奏申请在福建马尾 要建一个造船厂 这个念头当然不是无中生有 当时是怎么样一个国家背景的氛围之下 让大家觉得说 我们非要这么做不可 其实我们回想当时的历史时空 就是从鸦片战争之后 又两次英法联军 然后清廷惨败 签下了很多不平等条约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说 西方因中国是船舰炮力 然后才开始想到说 我们自己也要开始 做现代化的整个武器 建设 在大陆讲话来就是说 我们从热兵器时代 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 所以来讲的话发展船阵 然后建立整个海军的人才非常重要 在这个背景下来讲 那就选中了在福州的马尾 建立了整个船阵的学堂 还有整个最大的一个造船厂 明安哥讲到这个洋务运动 其实当时就是说除了鸦片战争 还有那个太平天国运动的 算是一个失败 所以清政府受到一些打击 才有这个洋务运动的推展 那前期就像是明安哥讲的 讲到这个口号是自强 后期的时候 他们就从这个自强 可能转为求富 财富的富 可是洋务运动这个背景 最后被人家认为是 就是失败的 失败的就是说 你去学了西方的这些 很先进的技术知识 但是你没有去移动摇动 那个当时中国清廷的 这个所谓封建制度 所以失败 可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这个福州马尾这个传政学堂 虽然整个洋务运动失败 但是他的角色地位却是 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 是不可动摇 是非常重要的 最主要就是说 左宗棠他当初在上周说 他们要来推这个的时候 他讲到说 船政的根本是在于 不是在于说我们想的造船 而是这个学堂 这个人才的培养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刚刚在影片里也有看到 他提到有前学堂 后学堂 他整个学堂的这个规制的打造 是不是非常有系统性有组织性 我们如果到马尾那个地方看 它有点类似像在台湾高雄 整个左营海军基地一样 但它的规模当然更完整 它包括有港口 然后有整个造船厂 然后船政学堂 所谓的前学堂后学堂 就包括有些是海军的 也许在船上的一些人 那有些是后勤的维修 维修的人才 或者造船的人才 它整个来讲的话 是环环相扣的 那在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它第一步 那先要自己能够造船出来 那造了船以后来讲的话 那当然会要有人能够在船上 就是要训练海军 然后包括在造船之后 船是不是也要维修 所以这它的一系列的东西 整个来讲的话 构成了它整个船政学堂 在那个马尾的整个架构出来 在整个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 当然马尾船政 后来创造了无数个第一 它是东亚地区第一所造船厂 最大的 然后也是中国第一所造船厂 当然也是第一个船政学堂 培养了无数的人才 就像明杨说的 它是真的是轰轰烈烈 大家真的是想要 集体直追后发现制 所以来建这个造船厂 可是最后很惨烈的失败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我看到这些骨干出来了 像什么前学堂 后学堂 我要技术 又要知识 又要人文 所以人才的培养 就像明杨和佩真刚刚说的 所以以现代话来说 就是know how 我要找到这个关键技术 跟关键人才 于是据说当时 他们是请了两位法国军官 来这里来教导大家 怎么样来建造 怎么样来从无到有 那他们这两位来到这 远来的和尚 真的会念经吗 后来有什么影响 那个时候 马尾传政学堂 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我们找了一个 就是从法国找了一个 很有名叫日益阁的 来担任第一任的总监 当然他就带了一批 整个法国的老师 和工程师过来 不管说是在教学方面 或者整个造船方面来讲 一整批的人才 而且像我们看到的 所谓的后来在甲午战争 牺牲掉的很多舰长 然后甚至包括像岩父这些 都是第一期传政学堂的学生 都是这个法国老师教出来的 那在那个时候你想 都是一些小朋友来上课 然后只会讲中文 所以日益阁也很伟大 他翻译了中国第一本的中法的 那个翻译词典 就是针对马尾传政学堂的一些技术 技术的专有名词 对对对 那后来来讲的话 因为传政学堂的规模越来越大了 所以还包括 不管说是原来的法国的一些教师 还有英国教师 后来甚至还有一些欧洲其他国家 我印象中我去那个博物馆参观的时候 还讲到说 后来有些老师非常的高傲 所以跟学生产生冲突 好像我印象中 像那个甲午斩斩阵亡那个刘布产 还跟那老师起冲突 一个好像是北欧的老师 所以后来整个学生还联名成情 把那老师给撤换掉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其实大批的老师 都是在洋务运动的背景下 请了很多欧洲教师过来 包括后来学生又去欧洲去留学 也是一样的背景 明杨哥讲到这两个法国的军官老师 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这日一个 还有一个是德克杯 那那个时候1865年 像太平天国运动 刚刚就是战火刚刚平息的时候 那个时候左宗棠 他就派了这个外籍的老师 回到这个欧洲去 就是去采买一些 他们要开这个造船厂需要的 一些机器设备跟一些原材料 也顺便请他们这一趟去 是在延览一些其他的这个 人才 外籍的人才进来 就进来了很多 好像外籍的员工好了 可能有八十几个人 就占的比例是蛮大的 那也有人说你要让人家这样子 离家背景 离乡背景 来到这个中国来 来教这些中国的学生 一定要给他们一些比较高的代价 据说像这个日益格跟德克杯的月薪 是有1200白银这么高 那其他的像工人工头啊 可能也都有六十两到一百一百二十两 这个是比他们当时在欧洲薪水高出两倍以上 那你当然请来了像这个可能很会念经的外国和尚好了 那那时候像左宗棠他们也认为说 其实我们自己这个传政学堂的学生 就像明杨哥说的 也要去欧洲留学 就是两边是要有一个交流的 所以派了可能到辛亥革命之前 派了大概有超过一百位的学生到欧洲去留学 其中有没有哪几位明杨哥可以特别挑出来跟我们聊聊 特别有名的 就像我们进那个福州马尾传政博物馆 他一开始在大厅的地方就有五个人物 他整个雕像在那边 当然最主要的是左宗棠跟沈宝珍 这两个开创马尾传政的那个关键性人物 旁边有三个人 一个呢就是那个詹天佑 所以詹天佑我们印象中他是中国的铁路之父 其实他也是从马尾传政开始接受西方教育 派去欧洲学习的人 一个呢是那个整个最有名的思想家 翻译家的严父 那另外来讲的话 还有海军的很有名的将领叫那个煞政兵 煞政兵 不管说是在民国清朝末年 他其实最关键海军起义是他起义的 后来民国初年的海军的算是总长 甚至还当过代理的国务总理 在北洋政府的时期 这些人是非常有名 都是当初送到传政学校去的 那另外呢像其实在甲午海战的时候呢 12艘所谓北洋舰队的舰长 全部是传政学校出来的 甚至有10个人是同班同学 您刚刚听到那刘布禅也是 对对对 还有林泰珍啊 然后还有邓世昌啊 这些都是都很有名 后来很多都正在 甲午海战阵亡的 对那除了在传政方面 其实这些里面人才积极 其实后来很多到国外去当了外交官 那还有呢就是说 整个中西文的翻译学家 像那个西方的茶花女 中国聊哉字译 都是这些学校里面培养出来的人 翻译出来的 那还有的像那时候 中国在北京的第一个天文台台长 后来发明了中国第一台打字机 也是传政学校的学生出来的 所以那里面的人才真的是人才积极 我们的确是说教育本来就是一个百年大业 所以其实何况我们想想就知道 你今天从没有从无到有 你要去造一个军券出来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虽然是这个工程到现在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大陆 已经自己可以打造航空母舰 是一个非常大的进展 可是追溯到源头 其实这个福州马尾传政 对中国近代化来说 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对吧 对 整个其实就像后来 后来的整个北洋舰队 其实也都是传政学校的学生 那一批人去那边 那个整个把他带起来的 然后就像我们在访问 传政博物馆的馆长 他讲到的 那时候中国百分之八十的船舰 都是这个学校的 这整个造船舰盖出来的 它影响了非常非常深远 那整个中国海军的世家 所以为什么讲无敏不成军 你不管说像我们讲的 很有名的那个萨正兵 或者萨正兵的侄孙 那也很有名 就是在抗战的时候 在那个武汉那边 武汉保卫战中山舰被炸成的舰长 就是他的子孙叫萨斯郡 那另外来讲 中国他那里包括像姓方的姓沈的 很多中国近代的海军的名将 都是从传政学校出来的 人才就是软实力嘛 但是我们每次都说这个 location location 当时我们选在福州马尾 毕竟是他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 南下门 北马尾 就是福州马尾的港口 郑和下西洋 每一次从这里出发 或是以这里为驻地 必定有他的道理 而刚刚明杨也提到说 他后来这个福州马尾传政 后来是到1949年之后 也跟着到了台湾高雄左营 也延续了他跟台湾的关联 而且除了这些人才之外 福州马尾传政还跟台湾 非常的有渊源 还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郑诸位 今日致远号如有不测 士昌 事与敌舰同臣 邓士昌高喊 事与敌舰同臣 甲午战争中许多被洋水师 著名海军壮烈牺牲 黄海海战12艘军舰舰长 全是船证学堂的毕业生 马尾传政学堂是中国第一所 近代专业海军学校 不只聘请欧洲老师授课 还送学生海外留学 培养出岩父 詹天佑 等著名思想家和造船专家 船证所发挥的这些作用中 最突出的是船证 对于人才的培养 从船证学堂走出了 诸多近代的风云人物 像颜富 陈继同 萨正兵 黄中英 马尾船证学堂 因为战乱因素历经搬迁 先后迁到贵州童子 青岛 厦门 最后迁到台湾左营 现在左营海啸校校史 仍以船证学堂为宗旨 为加强台湾军事防务 船证学堂还绘制了台湾 第一幅现代城市地图 马尾船证开启人才培育 推进台湾静代化 现在大家如果去这个左营海军军官学校的网站上去看 我昨天特别去看了一下 就在主页的下方很清楚 他放了一支大概快两分钟的影片 就是介绍这个马尾船证学堂 所以就是刚刚影片里也提到 他其实经过了多次的搬迁还有合并 最后在这个高雄的左营这样子 那明阳哥这次去的是马尾船证博物馆嘛 那你在里面是不是也看到很多 其实跟台湾是很有源源有关的一些文物 其实我们去那边看才发现 最早为什么沈宝珍他们会选在马尾那地方 然后盖船的学校就是考虑到台湾因素 因为当时来讲台湾盛产生产很多 盛产木材跟煤矿 那你要发展船证来讲的话 你需要木材因为造船 材料 然后还要整个能源的燃料 所以他当时就把台湾放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里面 那等到后来来讲的话 沈宝珍担任那时候到钦差大城到台湾 就是台湾那时候发生 琉球人被台湾原住民杀害的牡丹社事件 他到这边来整个来处理的时候 他也带了一批马尾传承学校的学生来这边 包括来讲的话 像盐富还有魏翰 他们就画了台湾第一个地图出来 比方说那时候来讲 他们也规划了台湾 台湾从淡水到福州的第一个海底电缆 因为他发现说台湾沽悬海外 在那个年代来讲的话 有什么讯息根本没办法传到大陆去 所以来讲的话 他规划了那个低台电缆也是传统学校的学生规划出来 在流民传手上完成的 那另外像 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安平古堡的一些炮台 也是沈宝珍那时候去台湾盖的 还有他到台湾之后发现台湾 很封闭很落后 所以他提出了四开政策 包括开路就开了北路南路 北路就今天苏花公路最早的那个原始的就是从北路开始的 然后还开矿 然后还开府 所以开府就是那个决定改变了台湾整个南北翻转 在早期那时候政策工作的时候在台南对不对 那个等于全台首府 后来是沈宝珍开了台北府之后 台湾的整个政治文化重心才转到台北来的 所以他对台湾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 刚刚明杨提到我们也在影片中看到他说这是台湾第一张地图 就是台湾府城并安平海口图 这是由传政学院画的嘛 那我们也很好奇他画这个地图还蛮理解 因为他要了解这个地方 然后顺便要看这边有什么资源 然后东陵到这个福州这样非常的便利性 那他还搭了第一条这个两岸之间的海底电缆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就说在当年那个时空环境下来讲的话 台湾发生什么事情 那怎么传到大陆去 以前在大陆来讲在陆地时代的话 也是每天有那个有驿站嘛 每天有快马那个传送一些讯息 那台湾隔一个台湾海峡 讯息根本要隔了很久才能传到大陆 所以来讲的话 跟大陆两边的资讯来讲的话 非常非常严重的严重的不足 所以希望要有一个海底电缆 那也是中国第一条海底电缆 就盖在从福州马尾这边到台湾的淡水 淡水对 梅杨哥讲这就是他刚刚也提到就是说 这是刘明船到台湾被任命做这个台湾巡抚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清廷他们有一些这个 朝中大臣会反映觉得说台湾其实 毕竟你还是隔了一个这个海峡嘛 所以你在岛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你这个社会经济状况的一些演变 他们不能够第一手及时的掌握 所以1886年的时候那时候 刘明船才提出来说应该打造一个这个所谓 水路电线 就是说透过这个海底电缆 我们就可以及时掌握到台湾的状况 所以那个时候找来了这个船证的毕业生 其实他现在在福州 马尾已经被打造成一个传政文化的景区了 他除了你去的这个博物馆之外 他周遭其实有非常多跟近代史有关的一些 这个历史遗存遗迹 有有没有哪几个 比如说罗兴塔还是这个敏安协台衙门 有没有哪几个地方你特别有印象的 罗兴塔就很有意思 罗兴塔来讲是一个很高的 大概31.5公尺高的 所以那时候来讲的话 从西方的人 如果要坐船到中国来 看到罗兴塔就说 中国到China 所以后来他们叫做地标 地标的中国塔 等于是有点像我们鹅乱壁灯塔那个概念 对了 那另外来讲那边还有天后宫 也是陈宝珍他建议要盖 因为那叫做他出海 然后有一个敏安的那个协台衙门 那个衙门很多 其实有点像是那边的防务中心 那个时候每三年会派一批人 轮海军到台湾来 来那个搬兵 对来这边驻台协法 有点像台湾拍到那个金马桥 拍到金门马堵去驻台 我们下轮 predicted 我们下轮了 向 dreams 见不见 看何人 建模 风明 启